声音师 摄影师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咱们准备实拍啊 来 话筒给上 预备 开始 今天的事大家都说一说吧 我是在场 但是我没看清楚 我好像也没太看清楚 哎 停一下 不好不好啊 拍戏呢 咱们注意力气重一点 对不起 导演 对不起 来 车会起伏 咱们再来一次啊 好 预备 开始 今天的事 大家都说一说吧 我是在场 但是我没看清楚 我好像也没太看清楚 停 停 你看 你老是走神 我们都拍了六遍了 我觉得 就是一个小配角 在镜头里一刹个锅 差不多就行了 你错了 配角啊 就是绿叶 没有绿叶 红花不会那么红 哎 你知道那些了不起的配角吗 了不起的配角 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啊 今天 我们要说说配角 之所以有配角是因为有主角 一般来说 一部电影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男女主角们的面孔 它们主导的 它们主导着故事的走向 牵动了观众的目光 主角 主角永远占据电影海报的主要位置 占有最多的电影镜头 但是 孤掌难鸣 仅有主角 那些几乎无法构成一部电影 于是配角诞生 它们的戏份少 但绝不可缺 它们甚至常常成为电影中某些惯落的中心 不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这么重要的配角 不是那些会被提名为最佳男配角或女配角的角色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那些几乎永远没有机会获得什么奖项的角色 是那些转瞬即逝的角色 是那些你总觉得面熟 却记不起在哪儿见过的角色 它们是配角中的配角 爹 别要难过 导演 导演 别让我接个屁股 什么事啊 这个太着急了 来 来 一张快 对不起啊 文明导演 这是咱们厂新来的一个演员 厂里让到您这儿报到 导演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聚光 拍过电影吗 从来没有 只是在学校里表演过节目 我叫张聚光 什么节目啊 京剧街东风 马派的 就是喜欢 单纯模仿 1929年 张聚光出生在辽宁 一个很有威望的回族家庭 从小就爱唱歌 我听我后天讲说 你哥哥小时候 你唱了街东风 唱马来人 学得非常像的 爱唱歌的张聚光 考入了辽东学院艺术科音乐系 1947年10月 又转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 这回她终于光明正大的唱歌了 好 好 你愿意当配角吗 我愿意 反正都是工作嘛 副导演 马上安排 下场就排你的戏 老三你念念 白猫仙姑显身一娘 谁是个真真正正的的群众角色 没有名字得 你不再加杭三就叫老三得了 所以老三你来念念 就是念了那个 张聚光第一部戏就是配角 没想到的是 他踏踏实实演了一辈子配角 你们两个从东边点火 我们两个从西边点火 是 除了这个风吃 1953年 常英厂拍摄草原上的人们 领导让张聚光 有片中的兽清 这也是张聚光接到的 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 他关于角色的创造笔记 写得很详细的 就是人物的内心的 是吧 世界的状态 包括这个 是吧 人物的潜来词嘛 是吧 那些事情 他 他当时都写得很详细 张聚光认真 不管角色多小 都要写创作笔记 他说我就踏踏实实的 哪怕是演多小的一个人物 他说我就记住这句话 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你先回去准备准备 这些日子先不要有什么举动 免得露了相 虽然这部电影里好听的歌不少 可惜的是却轮不上张聚光唱 1959年 常颖准备筹拍刘三姐 刘三姐的故事发生在广西 导演苏李 有意挑选广西的演员参加拍摄 他开始那个渔夫是那个歌迷那个演员演的 他表演也很好的 很风趣的 但是他那个形象好像化妆以后不大像老人 刚到东北的时候 张聚光曾在歌剧《刘三姐》中扮演过十三海 这次当阿牛爹需要更换演员的时候 苏李把张聚光给想起来了 这个年轻人很适合演老头 老二 你说的对 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 可是啊 咱们不怕 他是说技很重 他的年代比较久远 让人真的琢磨 我原来有他那个电影《分剧头剧本》 有一个他在旁边都坠上了 角色的每个台词每一个唱段的旁边他都坠上了 你能想象张聚光的心情吗 要知道阿牛爹虽然是个标准的配角 但是他要唱歌 张聚光终于可以放声唱了 好 姑娘 留下吧 那ratulations 好 哥静根 農泽 岖客 我们 tipo 杀家 小уй 我要 淡淡 看出来了 唱歌这事 张举光从来没忘 你看 阿牛爹唱得多自信 多合适 多好听 你可能会说 那时候都是专业歌唱演员唱的 电影演员只用对个口型就是了 没错 确实是这么回事 可是在这部电影里 唯一没用配唱的 只有张举光 他本来就会唱歌 他唱得很好 他唱得很好 我听得唱 声音好 他现个老头 他们那里是要千年演唱 当然不能要唱这个 刘三姐火了 主角们火了 歌更火了 到今天还唱了 可是很少有人记得 那个演老人的年轻人了吧 更很少有人记得他引以为豪的歌声了吧 刘三姐结束后 刘三姐结束后 张举光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 他依然辗转在各个剧组之间扮演一个又一个配角中的配角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是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电影多 电影明星也多 悲剧女神阮玲 金嗓子周旋 再比如金燕和蝴蝶 他俩不光是炙手可热的明星 而且被称为电影皇帝和电影皇后 新中国成立了 老牌明星们有的离开银幕 有人去了香港 但是大部分都留在了上海 他们跟着电影一起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的时代有新的主人 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 上海的电影明星们都努力地进行了自我改造 很多人成了配角 但是依然珍惜每一个角色 1946年 舒适从上海去了香港 1952年他回到内地 参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鸡毛信 是个配角 他演民兵大队长 当时就一愣 舒适过去是上海的名演员了 演这样的一个人物 觉得合适吗 鸡毛信是新中国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是大导演石灰在公司合营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也是曹朵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石灰卯足了劲拍 曹朵也卯足了劲演 虽然这是个配角中的配角 我投一部电影 我得认真对待 我认真下生活 因为一来的时候 我们一调到电影厂以后 这个导演石灰给赵丹的时候 给我们讲课 就是电影怎么拍 演电影怎么拍 那么就是说 你拿着生活来 演生活里的人 鸡毛信让曹多爱上了演电影 因为这一行的乐趣实在太多了 这老虎就可以到街上去 到了老百姓家里去 去咬人 去吃人 到这种程度 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上级特意请来了解放军 四挺机枪一来 到事来了以后 先把这个机枪架在架那里 架四个架 也不是防敌人 也不是防强盗 是防老虎的 剧组有严格的纪律 解放军的枪顶门火不能上 剧组的人员也不能去碰枪 谁想曹多就犯了个大错误 我去一拿 四枪出去 就打在那个 防阿毛的身心里那个脚底下 插一尺的地方 好家伙 这可不得了 这走火的一枪差点闹出人命 好玩的曹多为此做了检讨 检查 我就强调 我说这个机枪我是好心 把他拿走 不行 怎么也通不过 你违反记忆 一次通不过 两次通不过 直到第三次 曹多检讨才被领导接受 最后我检查到 我对人的生命是儿戏 要到这么一个高度 你这个话你前两次 我怎么能出得来 我怎么能把人的生命 作为儿戏呢 你看 这些事情今天讲起来也是乐趣 谁能阻止当年曹多拍电影时的快乐 虽然他只是个配角中的配角 也许一般人体会不到 这些配角们多么珍惜每一个镜头 镜头越珍贵 表演就越使劲 唐晓丹就讲过一句话 曹多爱珍惜 你没画 你就 全靠你表演了 越少的戏越难演 我认为这样 我越认真 你以为你是一部电影里边 当时讲五百个镜头左右 你是主角 你站着两百五到三百 你演换一个 你不就无所谓 丢掉一个无所谓 可是我们 没有一个镜头 你说我就那么两个镜头 我才丢掉一个 母力总有回报 曹多被人记住了 不过不是曹多这个名字 你推进来的这个帐房先生 整天不说一句话 整不下的生意人啊 就是我拿着这个衬托 打向赵东升 能够这个 其他次打的时候 不可能拿那个 真衬托去打呀 衬托分量很重啊 倒就来照那个衬托大响啊 用那个塑料泡沫 给我弄了一个 我说这个边 我说你注意啊 我送我打你一下 你打吧 一边走到那以后 我一摇一下 啪就打你 一打下去以后 看那四五十个人 就叫起来了 因为我是真的 一打以后 他倒地下来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镜头 就是对观众 就是很深刻的一些 都认识我 撑托来了 撑托来了 那时候有个规律 沾上反面角色 就甩不掉了 沿那个衬托 底下我就 我就一年穿着 我就遭殃了 国民党团长 日本大军官 窑子的老板 专高女人的 台湾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当然我也很好了 回忆自己的一生 因为演戏 拥有了那么多乐趣 还会在乎 是不是一个配角吗 很长一段时间里 电影里的主角 都是好人 坏人的表演 再精彩 也只能算是配角 正面角色 它宣传都是正面的 反面的都是黑角落 在那黑角落 有一个小 小小小小 小个人 给你拌拉脸 人家那个都是 整面的 甚至有些 一面墙 不光没有主角的知名度 演配角的演员们 名字也得靠后 生活不被重视 在电影场的地位 也不是那么高 从演了这个戏以后 政治上得不到同等待遇 所有的是中央首长 接见什么的 松井考篇 接见的都是正面人物 政治上就是说 没有 就待遇很低 1962年 陈强因为在 《红色娘子军》中 饰演男霸天 获得了第一届 电影百花奖的 最佳男配角奖 在当时 这应该算是 扮演坏人的演员们 获得的最高奖项 像这样的坏人 这样的配角 从来没有过奖励 她叫任伟民 生在上海 从小就没了妈妈 跟奶奶相依为命 她什么都做过 卖过香烟 还擦过皮结 还在那个 凉店里当小学徒 还在电器行里 学过工 干过不少苦力活的 任伟民 到了一家电影公司 她做厂工 做道具 缺演员的时候 她还临时露个脸 谁都看得出 小伙子勤快 新中国成立了 上海人任伟民 报考了北京的电影学校 她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你们都会什么 我会的可多了 我会给你们考什么了 这是谁说话 我 考表演你会吗 会的呀 我都已经在 韩岚跟着电影里面 落过好几次的面了 小伙子 当演员要说普通话 你说的是 不可以学吗 老师 我不是也不会讲嗓嗨话吗 是不是啊 你说得对 说得对 这样 你做个小品 怎么样 小总统 好好 那我们就搞一个提招好不好 来来来 站边点 站边点 都打不住嘛 来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任美民就这样通过了考试 考试容易 学上起来却难 等到念到语言课的时候 他不破坏 一口上开话呀 他忍之先生呢 就告诉他 你没有休息日 别的同学有 你不能有 礼拜天我给你安排课 安排什么呢 到北京 往大街走 我看着小伙子 专门看招牌 你念不准的 你就问人家 你为什么醋瓶子给我装上酒 酒瓶子给我装上醋 我来 反正都是吃的嘛 您就讲解吃吧 后面那位 他就问人家 大爷 这是什么呢 什么地儿啊 大家看看小伙子 你怎么不认字啊 他就说大爷 您 您告诉我吧 人家说一遍 他就记住了 就这么学的普通话 小个子 你这是第几回的 这个书了 他呢 头一回 你们一冲锋了 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 枪朝天上放 1963年 长颖的重头戏 冰临城下开拍了 导演林龙后来回忆说 这应该是他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主角自然是高大的庞学琴 身材矮小的人为民 只演了一个配角中的配角 小个子兵 连名字都没有 进来 小个子 刚几年兵了 十年了 没出息 还是个大头兵 想不想当官 做梦都想了 那肯定有条件 那场戏对小个子兵来说 好像是重场戏 又关窗户 又关门的 神秘得不得了 是谁 是 对对对 是谁 是谁 最后也没 也没跟人家说出来什么 还要人家一颗烟 他说 这个角色我就觉得 它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兵痞子 就是得吃就拿 得抽也拿 那个抽嘛 就夹点儿头上 小个子 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 都有哪些人 结果一眼戏意什么 还掉了 徒卫那天 你见到正团讲了没有 上后见到过 下后还没徒卫 下后呢 没见到 晚上 晚上我就被俘了 当时我临近一动 也合乎这个戏中的人物 这颗烟 对他来说 他肯定不舍得就扔了 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要敢对外人说 我就扒了你的皮 滚 下来以后 导演说 好 这么处理好 他说我都没想到的 就等于你添了一点戏 地道的上海人 在东北待了大半辈子 演了大半辈子的小角色 但就是这些小角色 构成了人为民生命的主体 十万块 老天爷 全村砸锅卖铁 也凑不下这个数 后来他上戏就是说 演好人少了 都是演反面的多 李向阳 没什么了不起的 1974年 任为民在翻拍的 平原游击队中 出演了伪军 河飞 没什么意思 啊 城北遍天所被袭击 什么 李向阳 外景地的时候 他出了一点这个意外 受了伤 就是后脑子啊 就是有个 就是像是那个冬天嘛 树干 给穿了一个洞 然后呢 这个骨折 缩骨和下边这个骨折 肋骨 舌了三根 而且是脑震荡 一动也不敢动 就是闭着眼就昏迷不行的 我说住院去吧 然后来他就 脑子不能动啊 他就摇摇手 不住院 我说为什么呢 我的戏妹拍完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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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您注意到没有 何飞这个人物的动作还不少 一会儿掏枪 一会儿骑自行车 咱们正常人做这样的动作挺简单 对已经受伤的人为民来说 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说我替你去走地位吧 你坐着 那怎么能行呢 你走地位我能知道吗 我再掺着他 他再去走 老太婆 你知道八路军游击队在哪里啊 李向阳在哪里啊 那我就掺不了了 他就自己 他真刚强啊 就那么疼 就那样一直 把戏 把那场戏拍下来 转过身了 当眼一喊停 哗去就吐了 太军说了 大家不要怕 谁要是能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 和李向阳在哪里 太军马上给他房子 还给他地 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别再拍了 哪怕明天再来呢 不行 同志都等着我了 我一个人歇 全组人都得歇 那损失可大了 没事 你就扶着我 我坐一会儿 也许啊 是白配了一张人皮 你 我靠 拍完了以后 我说这回该住院 该看病了吧 这回行 就这么点戏 把命都搭进去 至于吗 但这只是旁人的质疑 与人为民无关 文革结束后 人为民的身体 大不如从前 没法接太多戏 导演上医院去找他 说小人帮不忙 这个戏非你不可 没你出不来这味儿 没大没血 这咱们长住室去 住室去 不认识 陈队长 拍完了以后 直接都回不了家 直接就进院了 就住院了 那医生也知道 人家就那床位 还给他留着 为了配角 任为民可以舍弃生命 也许在他看来 演戏本来就没有主次之分 做人大概也是一样 1993年 任为民在长春病逝 他一辈子当演员 他把演戏看得比命重 他从来没有演过主角 把他一辈子演的镜头 加在一块儿 可能都不到一部电影的长度 但这又是一部 多么了不起的电影 这样的演员很多 还是那句老话 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